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中国酒魂焚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咱们电视之前的不少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看谍战剧 认为这又紧张又刺激 那么这些谍战剧往往取材于历史上一些很真实的事件 你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以中日战争为具体的解剖对象 当时日本就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间谍 那么这些间谍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是谁呢 咱们可能好多电视剧前观众朋友都知道 是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是名气最大的一位间谍 那么其实川岛方子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他被抓起来了 和他同时被抓起来了 还有一位名气不比他小的女间谍 但后来一判断说这个人不是间谍 他还是个大明星 他的名字叫李湘岚 李湘岚 三四十年代备受热捧的明星 一曲夜来香更是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这位被精心包装的中国歌星背后 真实身份却是一个日本人 那么李湘岚到底需不是潜伏在中国的女间谍 最终回到日本的他又开始了怎样的一段人生传奇 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李湘岚的双面人生 说到李湘岚呢 可能我们电视机前呢 我估计恐怕得五六十岁的人能记得有这么个人 李湘岚当年的名气大得不得了 那是三四十年代中国非常出名人 可以用现在话说来说唱歌的天后级人物 不比什么金嗓子周旋差 流行程度堪比现在的邓丽君 而且演了不少电影 是个大明星 说这么一个大明星李湘岚 他怎么还能是间谍呢 而且更滑稽的是呢 1946年2月份 就把这李湘岚抓起来了 理由就是你作为个中国人 你给日本人办事 拍了不少宣传日本的电影 你这不是汉奸吗 当时就要以这个罪名制他罪 没有想到在法庭上 李湘岚一出示证据 汉奸卖过贼 这罪名全部成立了 为什么呢 李湘岚出示的证据表明 他不是中国人 他是日本人 有人说那不可能 当时李湘岚那大伙都知道 大歌星大明星 因为李湘岚唱的有首歌 到现在为止快知人口 咱们绝大多数观众朋友都知道 就那个 也来向我为你歌唱 有不少朋友听过邓丽君翻唱版的 这个原唱就是李湘岚 说这么一位人 怎么能是日本人呢 李湘岚的户口本没有撒谎 他爸爸山口温雄 他母亲石桥爱子 他本人山口树子 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这事要说马上得往上倒三辈 倒到李湘岚的爷爷 他爷爷叫山口伯 老家在日本左赫县 他爷爷那个时候就觉得 中国的文化 尤其古代文化 博大精神 他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化 所以他爷爷当时就全家从日本左赫县 迁到中国沈阳 后来叫凤天 当时 到了那之后呢 在当地生了自己的儿子 山口温雄 山口温雄后来回日本 又领回了个媳妇 石桥爱子 在1920年2月12号的时候 生下了李湘岚 李湘岚1920年生人 生下了之后 按照日本的风俗 起日本名字 叫山口树子 说他怎么叫李湘岚呢 这是有原因的 那个时候山口温雄 在沈阳铁路局上班 家在现在的府顺地方住 当时李湘岚小的时候 很讨人喜欢 当时沈阳银行的总裁 叫李继春 李继春原先在部队里边 是个挺有名的将军 后来到这个沈阳银行当总裁 这李继春喜欢这孩子 说这样吧 过去给我当养女吧 就这么着李湘岚 过去给李继春 这才姓得李 说怎么叫湘岚呢 李继春当年文武双全 能写文章 武文弄墨 在报上发表文章呢 用湘岚这俩字当笔名 咱们现在人一说湘岚 太女性化 怎么老爷们用它当笔名 他不是 过去一往前倒 大伙要看过屈原的李继 那里头 湘岚这是比喻君子的 咱现在一提养花 君子兰君子兰 这不是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 所以当时笔名为湘岚 过去给我当养女 跟着我姓李 所以叫李湘岚 所以说这个李湘岚呢 准确点说呢 中国生中国养 但是人家父母确实是日本人 他还有日本的户籍 等于在这种教育环境之下呢 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不光是中文 日语说的也很容易 所以说李湘岚在那个时代 应该算得上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 这样的人 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他 谁注意的 日本军国主义这方面的工作者 注意到李湘岚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三十年代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占领东三省 他占领东三省的目的是什么 以此为根据地虎视全中国 而且他把东三省当作自个儿的地盘 所以才把末代皇的溥仪请 建立为满洲国 溥仪就是个傀儡 听日本军国主义的 那么这时候日本是想长期霸占东三省 竟然能够把整个中国占领下来 那这占领我们知道 武力是解决一时问题 统治是需要长久的 所以日本后来提出口号 中日亲善 中日友好 就说咱们都一家 你老百姓别考虑 日本人统治你们还中国人 咱都一家分这干嘛 其实这是很伪善的口号 所以当时 为了能够宣传中日亲善 中日友好 当时日本人在这个 成立了一个协会 叫满洲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当然我们叫 叫为满洲国电影 那日本自己叫不能叫为满洲国 满洲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这个协会干嘛呢 拍点电影 拍点纪录片 宣传中日亲善 忽误中国人 也应对国际舆论 那么就这个时候 日本军国主义看上李向南 为啥 李向南人长得漂亮 一打听看日本人 那军国主义挖的档案 绝地三尺 正宗日本人 难得的这李向南 在中国生活这么长时间 汉语说得好 人还漂亮 能歌善舞的 想法把它捧红 为我所用 所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 有关的人就找到李向南 说我们这有些歌 电影 你愿不愿意唱上歌 演个电影啊 这个李向南自个儿 知道自个儿是日本人 他父母这都告诉他了 所以他一看 父母之帮的人来找来了 那本能的他就感觉很亲近 再跟你想一 那时候李向南 如花似玉 年纪轻轻 现在女孩都是 哪有不想当明星 不想出名的 都想出名 你看 有这机会唱歌跳舞 自个儿条件还非常好 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嗓音又好 所以就很痛快地答应 从1938年的蜜月快车开始 李向南在满意前后 主演了富贵陈梦 白蓝之歌 迎春花 万世流芳 我的夜莺等十多部电影 这些影片也成为他日后 被判为汉奸的罪证 就这么着呢 李向南 跟由日本军国主义操纵的 韦满洲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挂上钩了 那个时候 有这个奉天广播电台 其实就类似于现在 沈阳广播电台 那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 里边经常放些叫 新满洲歌曲 其实就是宣传日本 终日秦善那一套 所以当时李向南 先从唱歌起步 在这电台里天天唱 他会听这声音真好听 当然唱 他不可能成日本的歌 一部分是日本歌 大多数还是中国歌曲 那是好听的什么孟江女 什么余光曲 这样的歌 李向南都唱 当时很多人一听李向南 这歌 中国特色的歌 没有人认为他是日本人 都认为他是中国人 所以当时李向南 打着这样的旗号 穿着旗袍 出席各种场歌 这时候他宣传 《中日秦善》 有很大的齐天性 你说一个日本人 到中国土地上 《中日秦善》吧 大伙肯定想 《中日秦善》 给《中日秦善》 没完好心 可是一个中国人要说 《中日秦善》 那人对我们真不错 可能这就有很大齐骇性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 用就是用的这个 那后来李向南 名气越来越大 不光是军国主义捧他 他本身条件确实好 你像快智人口的 这个夜来乡 说这个 李向南怎么成为他原唱 这个歌 原来的作者叫李景光 李景光 咱们搞音乐的人 你一定知道这个名字 他有个外号 叫中国流行音乐的教父 当年在上海的时候 你像什么周璇 后来像李莉莉 这些人出名 李景光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人能写 也能编曲 还能指挥舞台剧 音乐剧 能当导演 很全面 李景光写的这个 怎么写的呢 这过程挺有意思 他给上海 他一个京剧名家 在录音棚里录东西 哪会儿录音棚 跟咱现在比不了 为了收音收得好 四面连个缝都得摸上 像现在 搁海绵一贴 就没事了 收音 那时候不行 所以这个录音棚非常封闭 上海我们知道 大夏天 那得多热 在录音棚里 录把李景光弄的 浑身都是汗 在这个等地时候 那么我就把这个后门开开 很大的后门 超蓝的 蓝风吹进来 很风凉的 那么远处 那个阴阴 就是冒头阴 那个鼓鼓叫 我这个诗姓方 我就写那个词 我是我的名字可看 马上吹来 尽量 马上吹来 披身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下子找到了 艺术的感觉 回到屋里 叉叉点点 就把夜来香 连曲的带词 就做出来了 而这个呢 它是按照 完全欧美的风格来的 属于那种轮巴的节奏 所以这歌怎么就 唠得李湘莱手里了呢 一开始 李景光写完这歌 就地取材 在上海滩找人唱 先找到周璇 周璇试唱了一下 就觉得不是很舒服 后来又找其他的歌唱家 也不带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周璇这些人呢 音域很宽 得有将近两个八度 这个歌要求音域 不用那么宽 窄一点份儿唱得好 这些歌唱的都觉得 这歌不太适合我 李景光一看 找不着能唱好这歌的人 他手头事很多 就把这歌暂时放在一边 就扔到他办公桌上 过了大概有一年左右 正好李湘莱从北平 来到上海拍电影 跟李景光就认识了 到李景光的工作室做客 一下就看到桌子上 这个曲谱了 李湘莱这个识谱 拿起来一哼 这好啊 就跟李景光提出要求 说李老师 能不能让我试试 你试试吧 我这歌一年了 结果他一试 我们现在话叫小样 就是试唱的小样 当时李景光一听 哎呀 这真是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志 这歌歌了这么长时间 简直就是给你量身打造一样 你的嗓音声线 太适合这歌了 我爱着夜色满满 也爱着夜影歌唱 更爱那回报的梦 又抱着夜来想 就这么着又根据李湘莱的嗓音 李景光小小的做了 最后这个招词是成了这个 我们说李湘莱的比较拿手的代表作 所以其实夜来想这歌 当时成了李湘莱的一个符号 也因为这个李湘莱又大火了一把 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军国主义是特别愿意看到这情况 巴不得把你捧得更红 你为我的宣传服务 来试图把中国人弄得奴性十足 都接受忠人秦善这一套 但是作为李湘莱本身 他虽然少不经事 那时才二十出头 很多事情像家国大事 政治军事斗争 他并不了解 但是时间长了 他有属于自己的思考 他就琢磨 你说我 我穿着中国旗袍 唱着中国歌 中国是养育了我 我其实是个日本人 我宣传忠人秦善 日本人还不让我说自己是日本身份 再傻的人他也有自己思考 这个东西有点问题吧 他心里隐隐地就有些不安 后来这种不安被放大了 怎么放大了 他回日本探亲 我们前面说他老家 日本左河线 过日本海关的时候 李湘莱身材好 穿旗袍都穿习惯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旗袍 很能衬托女性的曲线美 他穿这个过日本海关 被日本海关一个极端分子 给拦下来 山口吉吉子 那这个横高鱼的名字是什么 你日本人吗 是什么仙人吗 你这叫什么仙人是什么 这个仙人是什么 什么仙人是什么 香蓝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没什么 喂 没什么 你这些人在说什么 你别人别人 你日本的国民 你别人说什么 你别人别人说什么 这个事可把李向兰刺激了 李向兰就琢磨 我这够分裂的了 日本是我父亲的国家 可是中国养育了我就算我的母亲 是生殖人大还是养殖人大 我在这两头左右为难 所以当时李向兰是带着这种矛盾心情 在台上唱歌 他心里并不舒服 那么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 四五年八月十五号日本天皇投降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 日本成为战败国 那么战败之后自然要对战犯 对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的罪恶进行清算 所以才有我们前面说那李向兰 你跟中国歌星穿着中国衣服唱中国歌 这怎么着宣传中日亲善 你这怎么回事汉奸吗 所以法庭才要审判他 你审判他之后人家是日本人 这确实是真的 这汉奸外国贼不存在 再一调查 也没干什么间谍事 就是唱两首日本歌 宣传宣传中英秦善 那只能无罪释放 现在中国上海军政部 准备告李向兰犯汉奸罪一案 进行宣判 本庭承认 作为证明日本国籍 而提交上来的护制堂本 只有完全的可信心 这上面记载的山科书子 是山科文雄和爱的孩子 是日本人 问题宣布 解除其汉奸罪嫌疑 无罪 前面我们说了 中国人不干了 你轰了我们这些年 就这么就没事 黑不提白不提了 你只在中国一天 我们想话就得弄死 所以李向兰没办法 四六年回到日本 你想他在中国 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向子离开养他的这个父母之邦 再回到日本 咱们大伙想谁心里能好受 1946年2月29日傍晚 李湘兰含泪挥别上海 返回日本 这时收音机里 想起了他演唱的夜来香 静游心声带着忧伤 他说别了 李湘兰 别了 我的中国 好 感谢你回到 由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过车会 后来在日本 生活了好多年 他当时才结婚 嫁给了日本的一个外交官 叫大英红 然后随着复兴 改名叫大英树子 他们叫山口树子 跟着复兴叫大英树子 在1969年的时候 他终于再次走到公众面前 担任了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什么呢 时政节目 专门跑到各个地方 越南的柬埔寨 采访那些 时事政治当中的风云人物 还曾经跑到过南非 采访过纳尔逊曼德拉 到1972年 我们知道田中角荣手下 访问中国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这时候李湘兰发挥作用了 1974年 李湘兰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 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他一直为中日友好而奔波 他勇敢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 清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 表达了日中不再战 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志愿 作为历史的牺牲者 和历史的见证人 他教育日本青少年 牢记那场深重的灾难 因为这全都是事实啊 到1987年 来了个机会 终于中日交往 非常正常以后 他随着代表团来到上海 还拜访了当年写叶兰湘的李景光 那时候李老已经九十多岁 后来他又到了北京 把当年在北京生活的小肚痛都逛个遍 北京这些驴打滚 二窝窝 什么什么这些这些糕点呢 买了尝一尝 聊以慰藉思想之情 因为他在中国来说 两个城市他最熟悉 一个沈阳一个北京 那么当然他这个时机 日本人也没有忘 后来日本拍了个音乐剧 李湘兰 也拍过电视剧 叫再见李湘兰 后来这个音乐剧 拿到中国来呢 在长春 那沈阳 北京 演了十多场 很多人看了之后 都感动流泪了 因为李湘兰 确确实实 他心里边也在衡量 说日本是我父亲的国度 中国是我母亲的国度 作为儿女来讲 最难受的 就是这父母之邦 他俩干账 你弄得儿女在中间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所以李湘兰当时 为了推动中日友好 也做了大量的事 包括帮助日本政府制定一些法律文件 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关未安妇方面的赔偿问题 李湘兰都是积极奔走 鼓与虎 那么今天李湘兰已经92千岁了 算得上是高寿 也在为这个中日友好呢 尽可能的做一些努力 其实我们回头再看李湘兰 出过大名 风光一时 但是挺不幸生 为什么 他的出身 谁也没法选择自己出身 你没法你出身之前 跟爹妈商量 我出了什么身份 所以出身 他没法选择 他当这个明星呢 也在受背后的政治势力操纵 等到这个政治势力倒台了之后呢 他又没有办法 离开养育他的国度这么些年 你就想想 谁愿意从养他的地方离开呢 谁不愿意跟过去的亲人熟人 在一块待着呢 所以李湘兰这一生啊 总体来说是很不幸 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呢 他虽然处在懵懂无知的状态 可是呢 他宣传了中日亲善 拍了不少片子 唱了不少歌曲 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呢 做了很多错误的事 可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在还原他的事迹 你就会发现呢 这些呢 都不是不可原谅的 而且他这些年 积极为中日友好奔走鼓与呼 这一点呢 应该说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2005年 身口叔子在媒体上发表长文 劝劫日本首相 不要参拜静活神社 原因是 那会深深的伤害 中国人的心 马路天使中 他饰演的吹鼓手 小陈 幽默善良 十字街头中 他饰演的老赵 天真热情 我爱他 我对他没有半年论 我真的对他没半年论 林泽徐中 他饰演的林泽徐 一身正气 要是打不退洋人 但人粉身碎苦 他的电影广为人知 他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起来把诸货义勇的孩子们 都真的是好来得了 然而 荧幕上光彩照人的他 在现实生活中 却命运多船 那么是什么 带给他牢狱之灾 又是什么 让他妻离子散 在晚年 为何又留下 一个个遗憾 下期老梁故事会 为您讲述 人生如戏的 赵丹 好 感谢您的收看 由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好的 кой うん complain 斧 亭 亢 亦 亦 亦 谢谢大家